欢迎来到中年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 国民老公杨阳,频频公开谈及爱情,是迎合市场还是真心表白?杨阳作为中国内地娱乐圈的当红男演员和偶像流量担当,她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近来外界对于她感情问题的猜测越来越多,有关她的婚姻和爱情的传闻也一直围绕着她不断发酵。 在此情况下,她一再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是否真的是为了迎合市场?还是她真的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之前杨阳因为拍摄了一档综艺节目,成为了一个公开聊情感的主角。 最近杨阳与王楚然的恋情又遭人实锤,据报料两人在酒店同居三天三晚,然后还在海边接吻。 在这档电视节目里,杨阳自己坦言了自己已经到了需要成家的年龄,也不想让家人再操心她的事情。 这一番言论顿时引发了容媒体的关注和热议,更是让她的婚姻和爱情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其实早在此前,有关杨阳催婚的传闻就一直不断。 她一再被言语已到了试婚年龄,而且也被嘲笑成是妈宝男。 因此,她在综艺中提到自己希望家人不再为她操心的言论让众人稍稍看到了她成熟的一面。 然而,还有另一部分人认为洋洋的言论不是出于真心,而是迎合市场的手段。 这也是因为,很多知名明星都深知一个道理,情感话题是娱乐圈的重中之重。 爱情和婚姻的话题总能引发热议,并够话题新鲜,讨论多。 现在的娱乐圈世界瞬息万变,即使是风头正进的小声也需要通过话题,不断维持自己的明星地位。 因此,很多人指责洋洋所说的催婚言论是为了吸引关注度。 不过,这些指责似乎并不能探动洋洋粉丝的支持。 洋洋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都有着众多忠实粉丝。 可以说,他的粉丝基础十分稳定,而且在他公开谈论婚姻和爱情问题之后,他的支持者甚至有所上升,这也是证明了他的言论得到大众的认可。 总之,洋洋的婚姻和爱情问题是娱乐圈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关注他的生活不只是因为他是大家喜欢的演员,更是因为他的品格,言行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 无论是真心表达的想法,还是为了迎合市场的策略,洋洋的评论肯定会持续受到追随者的争论和关注。 相信他会有更多的机会,用更多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品质和信条,让人们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他。 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